搜救人員又找到兩具遺體 確認黃信良兄弟已經罹難 這讓母親劉怡辰最後一線希望破滅 他三個小孩都在這場地震中罹難 劉怡辰十天大的女兒被救出來時 搜救人員對著她做人工呼吸的畫面 令人印象深刻 遺憾的是女嬰沒能活下來 地震時劉怡辰的先生用身體保護她 但不幸罹難 本來她盼望與前夫生的兩個兒子 能逃過這個劫難 無奈事與願違 無口之家最後只有劉怡辰一個人活下來 他們在發生事件的時候 幾乎瀰臨絕望的狀態 不過隨著資訊的這個了解 他們又從絕望轉入無望狀態 所以他們更在探討 他們心裡面 他們的家人都不在的時候 他們到底如何去面對未來 甚至於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這個是他們目前最大的痛苦的所在 醫生說劉怡辰的身體狀況穩定 但心理受到的打擊無法估計 醫院已經安排兩位精神科醫師進行輔導 其實劉怡辰與前夫生的兩個兒子 一直下落不明時 家屬就有了最壞的心理準備 但不論家屬怎麼勸 劉怡辰日後將面對的是一個人的生活 家人將他先生的遺體移往小女兒的太平間 希望父親最後還能陪陪這個小女兒 這場大地震帶走他最親愛的家人 留下來的是一輩子的思念 記者綜合報導 你對我現在的思念 你怎麼堅持 你真的在想一遍 你怎麼堅持 我怎麼堅持